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经调查,我国高尿酸患者大约有1.7亿 痛风患者已超过7800万 并且每年都曾增长的趋势 一旦被确诊为痛风 就要做好痛风伴随自己一生的准备 每谈尿酸必有感慨 为何会有那么多的人存在尿酸膏的问题呢 这和饮食方式、个人代谢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尿酸是人体内细胞代谢和食物中 漂磷和干酸的最终代谢产物 当机体内部的尿酸增多 身体根本来不及做到及时排泄的时候 那就容易导致尿酸膏的问题出现 家住深圳的李叔没有别的爱好 就喜欢喝酒 还用海鲜当下酒菜 就在前天李叔被送进了医院 原来李叔跟朋友一起吃过饭 大脚趾头就开始痛了 但李叔以为是痛风发作 就没有在意 结果第二天早上 李叔就开始不省人事 家人赶紧把李叔送到了医院 经检查发现尿酸竟达到了820 而男性尿酸的正常范围是149到416 李叔的尿酸水平居然超过了正常水平的2到3倍 李叔不仅疼痛剧烈 肾脏功能也剧烈的下降 还有高甲症 在ICU经历抢救后 李叔现在靠透析维生 医生怒斥 三种食物再吃命不久矣 一 料酸膏制三物别再碰 一 啤酒加海鲜 啤酒加海鲜胜过活神仙 但痛风发作时就是另一个说法了 啤酒中含有的酒精会刺激乳酸的生成 导致料酸过多 酒精和料酸本身存在竞争排出的关系 而酒精恰好略胜一筹 这样一来就把讨厌的料酸留在了体内 饮酒过量 或经常饮酒 酒而酒之就会导致体内料酸的升高 而且啤酒本身含有大量的啤磷 更能够使料酸水平升高 无论是哪种酒都不建议您喝了 为了您远离高料酸血症 痛风更远一些 请拒绝饮酒 海鲜虽然营养丰富 但其中含有大量的啤磷 会增加料酸水平 诱发痛风 而啤酒加海鲜会让料酸水平加倍的增长 第二物 牛 羊 肉 以及动物内脏 这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瓢磷膏 几种高瓢磷的食品 可以说是料酸最喜欢的伴侣 俗话说吃啥补啥 但痛风患者却不能随便补 动物内脏和牛羊肉都属于高瓢磷食物 在吃了这类食物以后 会加重肾脏代谢压力 容易诱发痛风 第三物 调味料 像蚝油 鲍鱼汁 海鲜酱 香菇酱 等提涉补味 深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很多调味料中的瓢磷成分都比较高 因为它们都是由动物 海鲜等提炼的浓缩 加工而成的 食用后会在短时间内 升高尿酸水平 二 痛风为何会并发肾衰竭 尿酸水平太高 会使尿酸炎增多 引起肾小球的炎症 此外 大量的尿酸进入肾小管中 会使肾小管发生堵塞 造成肾积水 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肾衰竭 而理疏患有痛风时 不仅不忌口 反而胡吃还喝 体内的尿酸过高 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这种后果 想避免痛风 必须要多吃这些食物 一 多喝水 每天十杯 每天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饮用水 最好是白开水 淡茶水也可以 能够促进排尿 帮助尿酸排出 二 每天1.5斤新鲜的蔬菜 对于尿酸本身偏高的人群 请多吃蔬菜 蔬菜中含有充足的矿物质 铭和钾 菠菜 鲜菜 等含草酸较多 吃之前 请焯水 减少草酸和部分的普林 三 苏打食物 随身带苏打食物 能起到综合高尿酸的作用 随身带一点苏打饼干 应酬后 吃一点 降低尿酸 四 中轻度运动 控制体重 适当的运动 可减少体内脂肪堆积 改善人体代谢功能 利于尿酸的排泄和控制 三 医生独家分享 降尿酸妙方 尿酸的成绩 容易增加高尿酸血症 和痛风的发生几率 下面推荐几种茶饮 一 玉米须和玉米包叶煮水 用新鲜的玉米须和玉米包叶煮水后饮用 增加体内的减储量 有助于降低尿酸 效果特别好 如果您尿酸高 可以试一下 二 车前炒饮 取干车前炒 30-60克 先者加倍 用来煮水 或者是炖汤都可以 每日一季 连续服用 12-15天 症状缓解 车前炒 药性比较偏寒凉 建议适量食用 不要过度饮用 如果脾胃功能不太好的人 或者是属于寒性体质的人 不适于饮用 三 金钱炒茶 金钱炒具有沥水 通灵 清热解毒 善于消肿的作用 对于结石 可谓是一味良药 对于痛风也是两配 四 苦桥茶 苦桥茶是一种粗凉茶 加水之后 可以抑制成一杯健康的茶饮 味道醇厚 雅香 饮用的过程中 不但可以增加饮水量 同时还能够增加 B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摄入 是一种靠谱的食材 五 大麦茶 同时 古物大麦 也是一种不错的酱料酸饮品 适当的饮用大麦茶 增加饮水量 促进身体排泄 降低体内的酿酸素质 六 菊花茶 淡淡清香 浓醇诱人 菊花茶是一种建议大家 可以多喝的饮品 对于酿酸较高的人群 常喝菊花茶 可以进化您的口气 可以预防干燥表症的出现 七 桂花茶 桂花茶具有一种特殊诱人的花香茶 能够增强食欲 补充营养 经常饮用 可以促进尿酸的排出 生活中可以经常的喝 第八 玫瑰花茶 相对而言 玫瑰花茶也是生活中建议高料酸人群 可以适当的选择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第九 柠檬茶 柠檬茶是一种天然的水果 清香的味道 与酸甜的口感 建议可以泡茶饮用 促进尿酸排出 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尿酸膏不必害怕 但要精心的照料 拒绝尿酸膏 饮食成面 需要精心的设计 该吃吃 该喝的喝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